亞洲電視陪伴了我們香港人59個年頭 但這間電視台終會有停下來的一刻 請大家記住這個日子 她將會營運到2016年4月1日11時59分 距離適機還有幾個小時 亞洲小姐冠軍張家瑩 和前亞視藝人寶佩儒 這天也趁亞視適機前回大埔總台拍照留念 張家瑩說她今晚會見證著亞視適機的一刻 我今晚約了一班舊同事 在某一個地方一起看著適機 因為我覺得這樣是最好的 我不想自己的因子 自己的因子很傷感 怕哭 是的 也不想自己的因子在哭 其實情緒的事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經常覺得自己沒有東西 我有時候覺得很瀟灑 有時候又覺得自己的心很痛 因為每一次想起 我就好像有個緊箍罩 這樣罩著頭 頭就很痛 好像昨晚在網上 我也有看到一些舊同事 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像唱歌一樣 改了一些歌詞 唱一些舊的亞視的歌 我自己看到之後 我都罵她 我說你很壞的 搞到我又在家裡自己又哭 而藝人寶佩儒就說她最懷念的 是這裡的人情味 我自己都是不捨得心情 覺得可惜 因為一間電視台 都說接近六十年 五十九年 都一代一代一代 但我自己就很慶幸 我自己那一代 我出道那一代是最好的 不要說是演員 其實就算是廁所的嬸 小食部 每一個都是很好的 他們是 那種的人情味是怎麼說呢 是 如果你有頭暈申請 真的沒有關重的人 都可以拿一粒藥給你吃 那些人情味 還有 你看一下他們 有些說沒有薪出幾個月 都繼續工作 我覺得這個是很難得 真的很難得 那種的人情味是大家想不到的